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个女人 最大的小孩才是20岁 四个小孩的父母是谁他都不知道 他又做鸡的 那也不重要 他还要在小孩面前吸毒 吃白粉 他女儿呢 大女儿呢 十二三岁就出去跑私中 十七八岁就跟他一起做鸡 做鸡的钱去拿 后来他女儿到20岁就撇了他 就是离开老母 真的 这些我们小时候都听过 见过现在 但这个不同阶层 真的什么人都有 你正常你自己坏 你有什么理由在小孩面前 吃可乐 另外一件还好笑 另外一件有个人 有些科学部长看 他说 叫大家留意 千万不要相信 一四一那些照片 老实说 我就不去那些地方 但是 你两个 你只有白痴才会相信 不就是 整天都批的 谁知道批人 他说 他有一次 见到一个高中鬼妹 写着 认证有其真人 你知道他有些认证 于是乎他兴之勃叛 专程搭车 我去山长水远 去西营盆某酒店 好了 他已经很醒目了 在WhatsApp上问 喂 你是不是 那条女儿 他说 那个女孩就不回答 其实我想跟你这个网友说 那个不是女孩 你可能是agent 你就是女孩亲自回答 你 是吗 是吗 可能是agent 他说 他就不回答 他刚才说 Let's come 你来到 楼下就告诉我 他去到楼下 他说好彩 那里 他说你几个房号 那里 那个女孩说 这里用卡镜 我来接你 他说这个 真的好彩 喂 不是啊 你上到去你才带我 如果不是 他说 他说 看照片 那是波基小师 你知道是哪个波基小师 是啊 哪里 他说是马尼亚 是阿加斯 是马尼亚 吊你了好不好 就是外国大 肥妈 吊你了 Maria Cordell 吊你了好不好 那他在大堂 真的可以走 如果你上去 那他不会逼你进去 但是你都 真的有这条女孩 他来接她 有条女孩来接她 不是假狗 但那不是 那是不是agent 不是啊 他问 他说 喂 是不是你有没有其他女儿 有时候一层有几条女儿 It's me 他说是他 是啊 Maria Cordell 就是他老母 他说是他老母 喂 我觉得很好笑 但是你这么开心 你真的要走到西环 我对你真的很配复 我对你 说真的 喂 他就算是那个人 也批得妈妈不认得 你认得他 真的妈妈不认得那只 那变肥妈又怪 真的很离谱 但是 还有什么认证有其人 那里等死 好了 我们留意一下这两宗新闻 第二宗我觉得 那个argument很强 不如我先说第二宗 就是之前我们说过的 就是有个人 是 九年前 因为 他遇到台阁 那条崩州 很疼痛 他又没事 然后过了几天 他去行山 怎料 那条崩州很疼痛 于是乎他入急症 那么他呢 现在呢 其实就是 在医院 终于 医委会 接受他的投诉 搞好多年有司法复核 有这样 那样 就是在言讯 那条崩州 他就输了 其实他就输了 这个 現在 是 威尔市亲狼医院 外科副顧問医生 譚浩文 譚浩文 之前我就没有 唯一原来是女医生 就说他专业失德 为什麽呢 因为 之前我说过 他没有说清楚 手术的后遗症 等等 OK 他要拿回公道 而这一个K 根据这个医生 的 说话 因为他说 一日一旦见到那个客人 他有没有说过 那麽多病人 他有没有说过什麽 他真的不记得了 我亦都相信 那麽多年 一见那麽多病人 OK 好了 但是尤其是 这个医生 我所说 尤其是这种年轻的病人 那麽可惨 是年轻的病人 现在这个病人 是什麽情况 做完这个手术 条斌周短了 而且是不举 基本上是终身性无能 而是年轻的病人 好了 嗯 昨天 那个 法庭上 有两个 专家证人 都是被疗科的医生 就说 他说 一般情况 如果不是很紧急 这个文智卫医生就说 一般可以做 作一个星期的观察 再决定是否需要安排手术 OK 另外一个医生 都是那个 专家证人 亦都是这样说 其实 这个叫做 诸秀群 他说 应同文智卫的看法 他说 临床期间 如果病人没有明显问题 他说 痛 但我不见到明显问题 就会看情况 决定是否需要再安排手术 一般来说 都会等一星期 那 现在这个 其中一个 医院的投诉 就是 他很急 很紧急 他说 你不搞 就会死 于是乎 就要拿同意书 然后就匆匆走了 他病人 也有问过麻醉科医生 做手术前 麻醉科医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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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痛 好了 但是为什么我说 现在等医委会去看看 会不会真的有专业失德 我对这个病人 这个投诉 我是 我是 我是很认同的 我觉得他 即是没有必要他冤枉你 为什么呢 他的argument实在太强大了 他说 道理老母 如果我知道 賓州会卷会不举 我是不想做这个手术的 对吧 这个是很想强的argument 正常都没有做 你现在就算我还有一点疼 是 搞你了好吗 喂 我搞你了 我辣的调菌汁会短了 会不会不举 我是不会不会做 除非一个 unless 那个医生真的很详细解释 病人 你不做会死 如果你不做 就会这样 因为现在就是说 他没有详细解释 那我才会决定做 ok 是不是 原来是会不举 他说 他说 所以我认为 他的argument很强 我们就看看 这些委会会 会怎样判 好了 这件事大家要留意了 这件事 我觉得是很过分的 所以这个 啊 这个人 他提出 这个司法覆核 很正常 很正常 为什么呢 话说 好 这个市民 啊 洪欣欣 不过不是 不是鬼鬼鬼七个洪欣欣 啊 他是洪希冠 啊 女性来的 他呢 和外婆 住在沙田新翠村 啊 外婆去世之后呢 房委会发现他外婆原来有糖楼物业是今年的情况 于是他被房委会下令遷出了 可能呢 他外婆是户主来的 ok 那也没问题啊 啊 但是 他原有 他就在申请公屋 啊 申请的公屋呢 会被冻结五年 就是这五年 不算的了 好了 即使你在排队 就停到现在 五年后才算回 这五年是不算的 那真的要 来很多了 来起碼五年 而日后获法的公屋呢 那 我说明啊 地利位置楼零 是不会比原本的单位好 真是新翠孙的单位好 这个很奇怪 樓零都还可以 地利位置 你去判断哪样好 还是不好 或者我觉得 铜锤桥好 好了 好了 那么 这个市民说 喂 大哥 你会不会是 惩罚过分严谷呢 去提出司法覆核呢 我认为是过分严谷 因为有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 护主 现在被赶出这个 起码你房委会去接见 去了解过去 你才能够落这样的 层柱 而不是 因为实在是这样 令到根本都没机会生变 为什麽呢 整个情况是这样的 日品葬是这样的 洪欣欣的爱婆 曾宿平 曾宿平 一九八四年获配 偏入沙田新翠村一个单位 那新翠村我当然很熟 第一 我以前住过金丝 第二 其实八四年就是我中学 中四五的时候 开始有些同学陆陆陆 逐逐搬入沙田 就什麽新田围 新翠村 龙亨村 一个时候沙田 就是发展新市镇 OK 那我都说 我自己做过一个project 中五那年 拿奖 几个同学进去沙田 又拍照 又切切切 就是什么叫做 新翠村 什么Satine Development 不知什么 那些坏东西 又吵着上去万佛寺 走到轻子 又吃豆腐花 好了 但是那个不让我 对于新翠村 熟的 而是大约在1984年的四年之后 我有个老朋友 生哥哥 追求我一条女儿 叫做 鸣鸣 Macy 不是鸣鸣 鸣鸣 他就是住新翠村的 那时候 吵着生哥哥 为血气方刚 那又不是很有钱 就常常上新翠村 跟阿鸣鸣 就是不要说 就是石下摸摸摸 看一下电视 所以 后来呢 我搬进 金仕 我也问生哥哥 拿回 一些资料 因为新翠村很隔壁 新翠村有什么好吃 龙康村有哪个街市 比较低 他也给了很多资料 他的生哥哥 好了 1984年 其实呢 又说一说 你年轻 你也有葡新翠村 龙康的 其实真的很棒 后期 这十几十年 很多店铺都收了皮 街市又少了 食堂都没有了 如果不是以前 根本就很糟 真的很糟 要这么说 好了 熊恩恩的外婆曾秀平 在1984年 获编配入沙田新翠村一个单位 就跟她老公 和一对子女 就住在这里 熊恩恩就1985年出生 1996年才开始入住这个单位 那可能呢 1996年就是11岁 那 我不知道她在这里有没有说 她究竟有没有 加过户籍下去 那可能 你去到差不多一大了 说方便上学 各样原因 跟外婆一起住 那么 除了2011至2018年期间 有一段 这段时间 咦 都是早几年 十几年前 都三十几岁 她因为学业和工作关系在海外 到2018年回港之后 她继续住在新翠村 我们住在这个单位 到去年11月 2023年11月 不是很久以前 曾秀平离世 享年94岁 两个星期后 屋邨办事处的公屋资源分组 经土地注册处 进行查册 就发现 原来阿婆和她老公 在九龙八阳街 有一个唐楼单位 由于曾秀平应离世 于是在二月底 2024年的二月底 就是她过世之后三个月 她就以曾秀平未有申报 擁有住宅物业为由 根据房屋条例 向曾有遺产管理官发出 终止租药通知 和迁出通知书 OK 就向仍然住在这个单位 包括洪恩恩 即日品和其他户籍成员 送达通知书 到这里 我都认为 没什么问题 为什么呢 你现在穷政府 是穷追猛打 这些公屋有楼的人 没问题 好了 那么洪恩恩也没有司法科 在这里 作为他们 你叫你阿婆有屋吗 好了 两个月之后 房委会再发信 就说 洪恩恩和其他 年满18岁的家庭成员 因为他们可能有另外申请公屋 你的公屋申请 会将被凍结五年 这个期间不会继入龙后时间 任何新的公屋也都不会受理 就是 你以后也不能申请新的公屋 只能申请旧 即使是五年后 好了 以日后获发的公屋 原则上的地理位置 柳林和柳层 都不能够好 过现在这个单位 其实呢 我已经觉得 柳层 怎样才好 高低 是很过分的 洪恩恩说 家庭非常传统 所以不会过命长辈资产 老实说 这个就是我 阿鸿一会儿 我就不觉得是不是 传统 传统的事 第一 这个不是你妈妈 是你阿婆 第二 有时老人家不特别说 我们是不会问的 不会觉得他有的 你怎会问呢 喂 譬如你阿公阿婆 你瘤瘤瘤磨磨磨磨磨磨磨 喂 他都没有特别跟他说 不如你从小孩 你跟着这么多年 譬如他爸爸去收租 隐约知道 老爸在太平道有层屋 跟着老爸说 跟他妈妈 太平道的租客真的是 混蛋 你又不给租 于是你便知道老爸 应该在太平道有层屋 是这样的 或者说 喂 阿仔 突然说 你这是什么样子 整天不交租 你突然说 如果我们不在 那你就教大了 否则 基本上我们是子孙的 你怎会问 喂 老爸 你其实有没有房子在外面 阿公 你有没有收到 喂 阿婆 现在政府要查公屋庫户 我想请问你 是有没有收到这些房子 你这都不会问 他可能知道 这个洪一恩 可能是说谎的 可能不知道 嗯 嗯 但是如果不知道 那大家觉得怎么样 他作为一个在轮候公屋的人 扭我交给你了 我都未必知道 你都没有去 刚才我所说的 房屋署 有没有给过一些机会 我去答便 问过我 调查过我 我发觉我说谎的 那我仍情有可原 如果不是呢 我觉得这个情署 喂 他真的很行政僵化 喂 还有 你不给我五年 是吧 就算我是知道的 你都证明了我 无罪推定 你毫无 喂 我真的有权资 我也在这个案子 嗯 好了 他说 日敦状骂 房委会的政策是违宪的 侵犯洪欣欣假定无罪的宪法权利 对啊 洪欣欣说房委会决定 令到他和家人日后 都不能够获分配 给现在这个单位好的单位 实际上是一个终身懲罚 没错 OK 他又说 虚假层熟是非常严重的指控 房委会假定 我和我其他家人 是有参与虚报行为 其实是的 你起码要问我去调查我先 OK 他说违反了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 赋予居民假定无罪权利 而且是不相称的限制 他又说 他同意申请公屋是要私家限制的 洪欣欣说 你因为资源要好好利用的 OK 但是呢 他认为房委会对他的限制 就明显超出合法目的的需要 就算房委会要 懲罚 租户漏报的行为 都不需要牵连到其他成员 更加不需要下一个 会令所有户籍家庭成员 忠心不能获批更好公屋单位的 懲罚 这个懲罚太嚴苛 他会令他受到嚴苛的负担 因为可能老公也会去研究他 OK 而这个 不只是一个政府監督式的决定 他说 日文中文说 如果法庭不同意房委会的决定是违宪的 都可以考虑这个决定有没有侵犯 洪欣欣的宪法居住权 因为房委会明显没有合理 都可以懲罚其他无辜的家庭成员 还要凍结他们的公公申请 这个是终身懲罚 那 他说在这个案内 房委会没有考虑过 特殊因素 包括婆婆是萌盲 原来 他可能没有听新闻 都不知道要报 或者找人给他填 OK 洪欣欣都不知道阿婆另外有物业 房委会也没有考虑 洪和其他家庭船员可能是无辜的 这个想法 希望法庭颁布这个疑审令 撤销房委会对他私家的限制 那我们看看法庭会怎么判 那我觉得 这个司法复合性数机会有的 你问我 我觉得有的 喂大哥 你起码都要房委会查一下他 问一下他 才可以的 如果不是的 实在是太严重 因为我不知道 我觉得 尤其是上一辈的人 他真的未必会跟你说 他不跟你说你就不知道 哦 好 有色赈